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德哥那种气势 对 单一点点 无论我们台柱 台柱 德哥 都不紧要 不紧要 大家想见德哥的不紧要 他应该都会出现 会出现的 德哥 对 转头就来 德哥 转头就来 始终人要吃饭 因为我们今天有个嘉宾在这里 没错 我先介绍一下嘉宾 没错 嘉宾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第二次来我们的模型老师 因为你开博客的 Thomas 关 Sir 你好 你好 这次和我们又是做梅地 我们又继续模型的模型 因为多数都是介绍模型的模型 就是你继续模型的 最上是M85的 预告一下 是不是不久之后 可能下个星期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再说一次 或者下个星期 对 是是 Mark 49 Mark 49 Rescue 那你觉得 下个星期可以还是下个星期可以 我尽量下星期说 对 尽量 大家留意 因为RESCUE 我想有另外一班粉丝喜欢看 是一个女性的肌驾人的肌驾人 可能比较大的产品是最大的 因为HOTTIM还没出 它是多少 都是1比9的 1比9 就是在市面上最大的RESCUE 对不对 对 因为RESCUE好像没出过 SQF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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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Marvel Legend 中洞2也出過 但是比較小 等待你了 最新才熱難 其實那個是未出街 其實程式出街 最快都要月底 有機會下個月頭 Thomas因為有特權的關係 就可以拿到你 我們下個禮拜 Toyz TV又先倒為快 沒錯 我們希望Thomas有時間去砌好它 因為要好長時間去砌 今天說回這個 Megaman其實是整個系列的第二隻 第二隻 之前那隻是 之前那隻是紅色的 我們先說一下那個故事 其實上一隻 預模度出了01號 就是Megaman裡面 Zero裡面的主角 Zero 是紅色的 那個就是主角 這次就出了一個叫大波士 就是2號 就是Megaman的Core PX 大家不要以為 它的樣子 好像洛克人 原來它是複製洛克人 其實它不是真正的洛克人 但是很像樣子 但其實它是奸 所以 那隻紅色的Zero 就是對抗它的 就是這樣 看到它的造型 它的眼睛是紅色的 是呀 是呀 眼睛是斜斜的 可能可以看看它的盒 看到嗎 其實它的盒也很帥 其實它的盒也很帥 拍到那本書嗎 拍到它的盒嗎 那盒也有 看到它的眼睛比較 紅色 邪惡一點 是吧 是 這個遊戲 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在2002年 當時是Game Boy 是 Game Boy Advance 很久以前 因為Game Boy還是很興奮 對 但是它是彩色版的Game Boy 就是Game Boy Advance 就在2002年 就出了這個遊戲 就是Zero對抗這個 Zero Copy X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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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說回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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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對上 是 是 是 其實它版件就少很多 是 是 它版件就少很多 是 還有Size 你見跟之前的1比9 都有少少距離 是 是 6吋高度 是 但是又不要看它 那麼嬌小玲瓏 但是有些東西它也沒有做少度 是 譬如很多 應該有燈的位置 嗯 主要這個模型 它的燈位 就是在額頭的部分 是 是 有一個紅色的燈 是 是 現在 不知道能否拍到給大家 遮掩 遮掩 可以嗎 是 是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是不是手帕 手帕 是 那裏也是有個燈位 是 是 這個 可以嗎 這樣 我們轉它 好嗎 有轉 轉 我們慢慢不同角度看看 OK 這個很有趣 很清楚 它連這個特效也有一個燈位 是的 但是燈還要是很特別的 是 呼吸燈 呼吸燈來的 這個好像是比較貴價的產品 才會用到這些效果的燈 這個模型的價格很便宜 有高的完成度 又有地台 其實也很划算 是的 好 我們繼續說一下 試一下燈先說燈 燈開了沒有 這個燈開了沒有 已經拖了沒有 它有些時間是全色的 這個特效的燈 它就會自己開關 變暗 這樣 這個可能要再拆 因為它可能會自己停了 剛才我們也試過 而且我看到它的手炮位置也有燈 是的 有的 即是三個燈的位置 有了 真的要輕輕 好 麻煩一下 少許燈 可能要熄一下 還未能熄一下 我轉回去 直接去到那個 這樣就不用燈 其實它很漂亮 綠色的燈 這樣就配合一個特效件 是 現在應該清楚一點 對 這裏開了燈 應該是否三個燈效都看得到 這樣就很清楚了 對 應該清楚很多 但它關掉了 應該是嗎 它是一陣會關掉的 一陣會關掉的 即是開一分鐘左右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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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有個時限的 對 不過我又很想說 因為我們看得到 其實Thomas這種模型高手 就砌了這麼厲害的東西出來 但如果 好 當我不是很擅長 砌公仔 如果以Thomas這個模型高手來說 這個還原度 顏色 即它的分件 做得好不好 會不會很多地方 要去上色 補顏色 這樣呢 如果你是不熟悉模型上色 或者是未做過這件事 而去砌模型 其實也完全沒有問題 都很容易 沒錯 因為本身它的板件配色 是 它都正確實是跟回它現在的狀態 噢 即是已經有齊了這些分析 噢 那很漂亮 對 所以其實 就算你玩模型 都有一群人的玩法 他們會是怎樣呢 就叫做 我們叫做 掃早燒光 或者是舊化 是 意思就是說 掃早了一件模型 是 如果有水貼的 就上水貼 然後噴尋燒光 做少許舊化 其實噴完燒光之後 已經模擬到 用到膠件本身的顏色 就好像做到 扮到好像上色一樣 明白 是呀 那這隻東西它有沒有水貼的呢 它這隻東西是沒有水貼的 沒有水貼的 它是沒有水貼的 但是貼紙又多不到 剛才看回它那個盒 很少貼紙而已 所以其實它的顏色 其實都已經是上得 上得很好的了 其實它已經是 不能分好給你了 是啊 因為它只有幾張貼紙 還有眼睛 它其實就跟多了眼貼 因為本身它預理 如果是上色那幫人 是 面部的膚色 你自己再噴過 可以直接用它的眼貼 不需要畫眼 但問題是 我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直接用了它那副 即是廠家出廠 貼上眼 油上嘴的面相 已經很高完成了 所以你看到不差 其實工廠製作也不差 那我們不如試試它的可動度 好嗎 好 好 交給你了 他害怕 他害怕爛 我們試試 因為可能是 是你的寶貝 我們去砌個 知道關節如何 好 好 好 我們先開這個 但我們先測試 recompense 那我們試一下 那張關節是否很緊 其實會有比較緊 較2-1 Compare 和 Ironman 但基本上可動的位置都很多 之前頭、頸等 上下動動、左右完全沒問題 手部這些也是可以垂低 另外手肘這個位置也可以提高 去擺不同姿勢 手掌位這些也是可以轉動 不過略嫌它這次的位置做得淺了一點 所以變成 有點鬆鬆的 對,你轉動手去擺姿勢的時候 就有機會它會脫掉 但也很容易可以擺進去 OK 是的,身的關節那裏 即是腰那裏 它都做了二重 胸口的部位會是一個關節 是 另外由腰部去到下盤的位置 其實也是有一個關節位 方便你可以擺放不同姿勢 設定不同的造型 是的 腳那裏也有標準 大小腿位置 腳這些全部都可以擺動 它有摺地性的 這裏是否OK 因為你知道 諾克人也很喜歡奔跑 又去跳躍 你好像很熟悉 是的,我都有時打下機 所以那些動作應該也沒問題 輕輕試一下擺進手機 我最初都不太敢 這些高手弄完的玩具 不要緊,你照弄 弄硬了,我腰部都弄硬了 這樣也OK的 3百零元而已 未加薪 是的 這些都OK 接地的都OK 不過剛才我輕輕玩過 我覺得它的肩膀位這個波栽 就是有一點點危險 因為它真的很幼 而且它可能想舉高出炮 或者它可能做些動作 它不會滑下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關節位 可能調得比較緊 我覺得這個大家玩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地把握 如果不是一個不慎斷了 就真的GG了 因為你看看 可能真的比較是幼身 是的 還有你聽到的確確確 那些跳齒 不用怕,跳齒是阿嘉的強項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是很棒的,因為是實力的 不過其實扭的時候還有一個秘訣 因為你要看關節不要盲扭 你一定要看水平位 是不是那個位置,就是水平扭 如果你打動你的水平扭 你這樣就能打斷了 因為以我所知 它應該不是塞鋼來的 這個關節 那是膠 正常的ABS 整個版本是膠 但我組裝的時候 它關節的位置 它有另一種膠 可能是蔡光 可能是ABS 硬身一點 就是跟它的外甲 或者其他位置的位置 有些分別 那要給個讚 德哥給個讚 有些分別 其實有些公司 我覺得會不斷 因為我們組裝了很多 一塊的戰爭模型 是一種料的 最多給PVC 車的理帶給你 很厲害 其實正常來說 如果玩這個科學模型 我想大家都比Bandau還壞了 嗯 本身羽毛道 其實在構思或者內涵方面 就比多了有得的 我本身剛才看到 特別是落黑人 其實是深奏老陰 這裏一定有 你拿個 神之聲嗎 甚麼聲 神秘聲音 是呀 神秘的聲音 神秘聲音 又會加一加去旁述 上次其實都介紹過羽毛道 開了一刻給大家看 如果純粹說組件 已經多到一個點 是跟一個MG的基本模型 不會有太大分別 即是可以誇張到這樣的 還有其實本身 它的關節位置都是同樣地 即是跟現有 特別是Bandau那些模型 其實都差不多了 都是用PC膠 所以變成在樓盤的時候 就不會說 就是需要很擔心 就著關節會很容易鬆 這些腦腦 還有其實就著CopyX的設計 可動性就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本身它每一個關節 它不會有任何的位置 會阻礙到它 所以什麼老江湖 甚至是少傲江湖 都可以很輕易地擔出來 當然了 現在整件事經過Thomas 搞完之後 已經變成另一個層次了 所以變成現在 你見… 即是… 玩得比較… 比較牙煙 牙煙不是本身的東西有問題 而是真是 始終一個這麼高完成度的作品 擺得太厲害 即是會刮花在原本外面的油漆 而且也看到其實 發光組件主要都是在頭 在發射炮位 以及本身那些炮位的燈效都有 所以變成整件東西三個多水 都真是挺瘋狂的 很棒 好 那我們繼續說 很感謝這個迷之聲 但我們不告訴你 知道他是誰 好 繼續說 還有他剛才… 即是迷之聲 迷之聲說完之後 已經很值得玩 其實他還有很多配件給你 你別以為他只是單手手 單手炮 其實你也可以變成兩隻正常手 或者雙炮模式也可以 我們就不拆不拆了 所以就免得了 我很可奇 其實上次我和德哥 就親現場地開了 真的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但現在縮起來了之後 這麼小 其實裡面有很多細部份 因為我代了一些模型的初光紋 因為很害怕就有很多細部份 很難組裝 會不會呢 Thomas 細部份其實也有很多 是 因為這樣說 其實整部份都比較小 是 是 斜得比較小 但是你說在組合那方面 也不算很複雜 是 即是分件都是理解的 是 是 但是會剪到手軟 很多件 即是幾個牌 少於MG 需不需要用這些簾子 或者這些幫手 有些位置 可能不需要 這塊不太 不用 哦 都好 因為有些很小的 真的要用簾子幫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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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還有一份東西送的 很有趣 是的 我覺得這個挺漂亮的 剛才我上次都可以 一開 一些小簾章 真的一送這塊 我覺得印得很漂亮 這兩個公仔 因為我記得紅色那時候 其實他也送了一個小禮物 紅色那種好像是閃卡 還是幻彩卡 這次他直接加碼 送了一個好像簾章 兩個主角 就給大家 是的 這樣就很可靜 我想問一下 這些模型的 這些模型有 其實一般送的這些禮物 是否常態來的 不是的 不是的 絕對不 很少見 他這件事有多細心 因為我覺得 是很罪手的 真的很罪手 是的 真的很罪手 夾在背樓和一樓 這件事 如果我真的有粉絲會很開心 你說得對 這個是很少見 其實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出合金會送紙牌 可以跟玩具一起玩 但現在很少玩具會有東西送 各位廠方可以想想這方面 買了的人會很開心 不要實質 還有這套特效件 真的挺銳利 很刺手 如果真的小朋友砌要小心一點 真的要小心一點 很尖嚇 因為它做得很準 我叫做準 即是很微細 是的 那如果有幾個燈 在組裝上會不會有些秘訣竅門 還是照明書砌就能夠 其實很簡單 燈也是有一個燈的組件 中間不需要發電線 直接放那些扭電 它們已經可以 跟模型也會跟上一套扭電 亦都不需要你們自己 即是不用鋪電線 那些金屬版不用 不需要 那很方便 完全是電方面零知識都可以做到 是的 因為很害怕 因為赤模型 即使我專門也好 去到電的位置會有另一件事 但是它就將它簡化了 令到大家有用戶友好處理 是的 駁電線我也很棒 我看到桌面有一些模型油 是的 今晚Thomas上來 沒有理由 這樣讓它放它走 放虎龜山不斷 我們讓它看看 來講一講模型的心得 或者一些 停一停 可能給一個東西在背部做 今天這麼難得上來介紹這件模型 其實我帶了一套 哎呀 小心 帶了一套油上來 主要就是我上這隻模型的時候 用到的顏色 這個都可以給一些 會做上色的朋友 即是一個參考 一個參考 剛才我們在鏡頭後面 我也有問過Thomas 因為好像都挺好 現在這隻你們是用油性 你是否推介用油性油 其實是 分圖油性會比較方便 因為它的好處是快乾 而且顏色會比較鮮艷 顏色的選擇都會比較多一些 唯獨是一個問題 油性油的味道會比較強 所以如果在家裡沒有一些合適的抽風工具 或者地方 就比較難處理 最好不要用 可以來我們Russia 或者坊間這些地方去做噴油 我又想問一句 我想問一句 如果這種油性的模型油 噴油當然是好 手油可以嗎 當然可以 都可以 其實這隻整件模型的上色 我都是用噴筆上的 但是唯獨是 去到那隻手 你看到他的手掌 的手指位 全部都是白色的 這個我都是用不油的 我都是用油性油 用油不去油的 是的 很多時候那些人 就是用冠訓槍 他們 就不懂 就是有個疑問 油性油是否只適合訓的 而不可以手油的 那些人絕對不是的 OK 是的 不過是有些小秘訣的 中間就會加一些緩乾劑 去做稀釋 那就會變成沒有那麼容易 又不肯 而且沒有那麼黏筆 就比較滑 即是不要太稠 因為太稠就一便宜 適中 反而又不要太稀釋 不好意思 老師我剛剛沒有聽書 我想問兩種牌子 哪一隻是油性 其實兩種都是油性的 為什麼我帶了兩種上來呢 這隻就是MODO 台灣MODO的一種新油 它叫機械人配色 裡面有很多隻藍色 藍色會有兩支 另外會有一支是灰白色 另外一支是黃色 另外一支是為了高達而設 我也想說 我不懂得這麼說 另外有一支是超級燒光油 今次這隻 立刻人 我主要用了幾種顏色去製作 我用了這支 它叫做圓藍 T055 還有T053這支紅色 它叫輕紅的 另外有一支叫T043的超級燒光 這支有特別的地方是 廠家已經預先稀釋了 對 因為是很濃的 即是不用自己再加那些酸彈的 所以就算你不懂溝油 溝油的比例沒有概念 買回來自己倒入噴筆 就已經可以應用了 但油就麻煩了 如果想油細部 油公仔 譬如我想油人仔駕駛員那些 都能用到嗎 都可以的 但這麼稀都能用到 但很水 其實不是很水 是上幾層 主要 主色 藍色 紅色 就是這個 這個主要是 保護它 因為始終這件東西 我們經常去玩 我們就上層透明的保護油 去保護油漆 令它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另外其他的顏色 譬如關節色 我就會用這兩隻 是的 說了牌子也不怕 是棍視的 是的 棍視Mr.Hobby 一加一混合它 就是它現在的關節主色 另外大腿的部份 以及一些腳 胸口比較淺 比較淺色的藍色 就是這隻顏色 兩個牌子的薄膩是否要分開的 就是買那個牌子的薄膩 其實不是 是 油性油 或者我們叫燒機油 就是它們的薄膩是可以通用的 OK 是的 譬如我的Model 可以用在加亞 可以用在郡市 加亞的薄膩 轉頭也都可以用在郡市 以及這個Model 是的 只要是適合熟性 就已經可以了 嘩 這樣就有知識了 我想問一個我們這些怕老婆的人要問的問題 那一陣味道是否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都是耕的 耕的 因為油性就比較耕 每一隻都耕的 對於我老婆來說每一隻都耕的 所以要盡量去那些工作室 去那些工作室就好 那些工作室在哪裏 在長生 翔西蘭鐵站附近 C1出口5分鐘 C1出口5分鐘就到了 在那些工作室大廈 詳情可以看看我們的連結 就可以找到Thomas Thomas先生你那裏每天都可以 星期一至六 下午兩點至夜晚11點 星期日12點至六點 是否一些噴槍都可以借上 沒錯 噴筆 我們全部都有提供的 我想我很怕 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噴筆 我洗過拼模型 但從來沒有拿到噴筆 我就很怕要洗 要塞掉那些 我們那個年代幾十年前 我的現場有同事會教你 哇 真棒 最後Thomas說這個要領借 要介紹一下這支是甚麼 這支為何無緣無故帶上來 這支是Moto今年最新的產品 D03 它叫真熔梅翼 這支是甚麼工具或用品 有時無形油我們放得很久 它會是沉底結了 會瓶了一塊 到你想用的時候 我直接用開口水去開 又未必可以拆開它 其實只要我們加少許真熔梅翼的物體 下去那個油那裏 是的 廠方建議就是浸它24小時 那它就會活化一支油 令它還原 變回它正常的流質的狀態 是的 但它是否給其他品牌都可以呢 因為它是Moto 可以的 給B-Star Hobby都可以的 可以的 是的 都是那裏 油性油燒機系的油都可以適用 哦 這樣就好 剛才剛剛有聲明 上次Mama85用大力金剛紙 是的 這支是否用大力金剛紙呢 這支就不需要 是的 這支不需要 因為可能那些位置配得比較漂亮 是的 還有它相對來說 那些位置又沒有Ironman那麼多 是的 還有十幾個小時 其實十幾個小時你覺得是正常的 完成速度還是因為你要求高 做了很多層的噴油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正常的速度 是的 正常的速度 即是這一次就噴了 用所有噴 然後就噴燒光 這樣就好 沒有錯 十個小時就可以 就有一隻這麼漂亮的成品出來了 是的 最後因為其實今晚有些多東西 都來到了 我想問一下 其實Thomas你除了砌模型外 你還有做一些Wallhammer的油 很小的Mainage 那些戰棋的 那你那些是否用什麼油 因為我不太會用油 如果做Wallhammer的模型 或者我們叫做手塗 我們就會用一些水性油 水性油 因為本身Wallhammer 它除了有出模型之外 它們是有出油漆的 就是整系列的水性油漆 跟回來了 是的 還有它也有它自己的一個Printing System 所以那些油的屬性 也會配合它們手油的操作 是不難的 很容易上手 所以找你教也行嗎 是的 那不是啦 那可能我們下個禮拜 又要找Thomas上來 可以帶一點點上來 說Resco 說到Resco 帶一點點上來 然後再說一下他 因為我相信 德哥和Walker都很無形化 也會有很多問題 或者分享和我們討論 好 就這樣說了 多點上來 切錯一下 切錯一下 好了 今晚還有其他節目 還有很多節目 還有 好 我們一會兒再見 下集見 多謝Thomas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我們的頻道